接下來關心天氣了 今天真的很熱氣象局 也針對了宜蘭線還有花蓮線 發布了高溫資訊 尤其在花蓮有機會出現 三十六度以上的高溫 一定要特別注意了 好 我們來看到地面天氣圖 主要來說就是因為 台灣是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 所以在上半天看起來 天氣都非常的穩定 也會覺得比較熱一點點 不過下半天開始 有部分地區會出現雨勢 我們從雨區預報圖上面來看到 其實主要降雨的區塊 你可以看到包含像是在山區一帶 還有在中南部山區 接近山區的部分 也都會有短暫降雨 外出一定要記得攜帶雨區